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6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一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将要展开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从今天开始到本月的27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那本港的11间大学都是招募对象 之前就已经参加过国家航天工程项目的香港理工大学就透露 校内的学者对国家在港选拔载荷专家反应热烈 当中有不少是符合条件的研究助理教授和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理大精密工程讲座教授荣启亮就表示 成为航天员进入太空 实际上是参与航天最有效的渠道 香港人有机会参加选拔 未来还可能登上太空站进行实验 这对于推动香港科研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他还说呀 未来被选中的香港科学家 可能还有机会带一些香港比较独特的研究登上太空站进行实验 更凸显了这次选拔的意义 那第二件今天开始实施的事情呢 是从今天开始 政府开始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其中就包括了餐饮处所有美台现在的8人放宽到12人 那酒吧呢 则是增加到了6人 宴会人数呢 从现在的120人翻倍放宽到了240人 对于新安排呢 有市民就表示 可以约其一家老小一起吃早茶 非常开心 希望政府可以放宽更多的限制 也有市民表示啊 现在晚餐的堂食 9点钟就要买单 没办法和朋友多坐一会儿聊天 希望政府呢 可以延长10次的营业时间 而第三件以今天为节点的事情呢 是一个比赛 从今天开始啊 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 将一连4日在红看香港体育馆举行 赛事呢 可谓是巨星云集 目前啊 世界排名前6的球手都来到香港参加这个比赛了 香港桌球总会的主席罗永聪就表示啊 这次赛事的举办是本港疫情稳控下在亚洲举办的首个职业桌球赛 大部分球手能在事隔5年后再次来港参赛 他表示非常的高兴 而他也特别感谢了这些世界级的球手能在符合香港防疫规律的条件下来港参赛 对球手们的专业精神表示了敬佩 那现在呢 决赛日的门票已经卖出了超过9成 而这也将成为香港历来最多人观看的桌球赛 那七届世锦赛冠军奥苏利云就说呀 现在亚洲一些地区仍然有严谨的防疫限制 为了确保能胜利参赛呢 参赛球手有责任遵守各地的防疫规定 而世界排名第二的卓琳普则表示啊 趁着香港防疫条例逐渐放宽 期待能在比赛之后继续留在香港观光 而世界桌球大师赛的举办更像是一个开始 是香港走出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的开始 是社会各界努力逐步走向复偿的开始 接下来啊 体育赛事金融峰会都陆续有来 比如10月份还有维港勇比赛 那11月呢 还有国际七人篮球赛 而早前宣布取消的扎打马拉松 也计划在明年的2月份举办 那在金融方面呢 从10月31日开始到明年的1月 将陆续举办金融科技周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 以及亚洲金融论坛 这些活动都预示着啊 那个热热闹闹的香港就快要回来了 而对热热闹闹的香港充满期待的呢 还有香港旅游发展局 今天啊 旅游发展局的总干事程鼎一就表示 一旦入境安排放宽到0加0 机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呢 会赠送价值20亿元的50万张机票给全球旅客 值得一提的是啊 赠送对象不限于入境旅客 也会向出境旅客提供 这次宣传活动的首阶段呢 将专注于亚洲和其他短途市场 而针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促销活动 将等到内地的入境限制放松之后才会进行 不过程鼎一也表示啊 根据疫情前的数字 每年防港旅客有6500万人次 其中呢 内地旅客占到了八成 其余约1300万人次中有800万人次是短乘客 他希望通过赠送机票等促销活动 吸引当中大约一半人也就是400万游客来到香港 不过这样看来啊 短时间内旅客人数不会立即成V字形的反弹 那民间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就表示啊 从这些体育赛事和金融峰会的陆续举行 可以预见到香港会进入一个 报复式复偿的步伐 认为反弹力会很大 不过呢 他也认为 目前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种率仍有改善空间 大家要鼓励身边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朋友 在香港尚未全面开放之前 抓紧时间接种 保护自己 那在防疫放开的过程中啊 市民还要继续做好防疫抗疫的相关工作 因为香港今日的经济状况 已经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那民间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就表示啊 可以在香港亲身为世界级的选手打气 对于饱受疫情影响的香港体育迷来讲也是别具意义 他也希望政府密切关注情况 进一步放宽限制措施 不走回头路 尽快的实现零加零 让香港与世界接轨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系列的好消息啊 不管是大型比赛的举办 还是放宽社交距离 或者是吸引海外游客来港 都是政府承诺要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影响下的举措 那当然呢 新冠的全球大流行还没有结束 不排除未来疫情的发展仍有变数 所以呢 这也决定了香港在推动复长的时候 不能太过冒进 需要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每走一步呢 都要观察效果 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走 只有这样啊 才能真正的做到 抗疫不走 回头路 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抗疫友方 加上市民的积极配合 相信未来的路呢 会越走越顺利 我们也希望全面复长的一天可以早日到来 以上呢 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及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